我們看到昨天不少文章都說到 上海的封城其實對全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比如包括工廠的生產 或者那些碼頭停運 對整體經濟有多大的衝擊 預期第二季有機會為了維持經濟增長5.5%的目標 可能會降準甚至減息 反而利好股票市場 你如何評估目前上海封城的情況 對整體內地經濟的影響 譬如內地甚至香港股市 中長線會不會受到內地的寬鬆貨幣政策的影響 這方面我同意 因為如果你看回內地現時的疫情 還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受控 見到封城之後有些檢測出道理的結果 是突然之間多了幾千個新增確診 雖然大部分都是一些叫無症狀的感染 但是對於內地所謂動態清零來說 又是否真的願意接受整體 每天的新增確診去到幾千宗呢 所以我自己比較擔心的問題 就不是單單上海封城 譬如之前說在吉林那邊 或者深圳也是封過 如果你說接下來進一步 擴大這個封鎖的範圍 去到其他的城市的話 對於內地整體那個 包括生產也好 或者零售消費的層面 物流、運輸等等 影響都還是會持續 但是當然不排除 就是說接下來 希望內地要穩定經濟增長 都要調整那個所謂防疫政策 但是在做這一步之前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剛剛你提到 當中一些財政政策 甚至貨幣政策上面 都還是有一些放鬆空格 因為你看回現在全球大部分央行 都是要應對的通脹 來到去加息、縮表 但是在中國方面 見到之前出的CPI通脹 就沒有說真的升得特別高的 都是1% 1點幾左右 所以現在在條件上面 照計國內那邊 就有條件可以進一步 是鬆一鬆綁壓貨幣政策 包括你說降準那邊 有機會會繼續做 或者可能LPR 在一個多月前 調低過一次 接下來我也相信 還有一個下調的機會 但是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隨著現時那個 美國的債息 十年期方面 都去到2.5厘左右 內地方面 都是在說3厘以下 其實雙方的債息 的息差 是越收越窄的 都可能令到中國 在中線來說 就未必說進一步可以 要大舉去到放水的行動 否則人民幣可能會受到一些壓力 但是短線 你說要維持經濟穩定增長 至少第一季第二季 不要說真的特別頑固 我相信還是有一定的寬鬆空格 對於港股 或者內地A股來講 我相信都是一個催化劑 除了你說放水之外 譬如在樓市政策上面 會不會再多些刺激的措施呢 或者其他一些 譬如在一些產業的政策上面 更加多的力度去提振 或者可能去年 避受監管得很嚴格的那些行業 今年會不會可以 起碼有一點點的鬆綁呢 所以在政策上面 我覺得是比較有利的港股 相對在全球市場來說 都比較低估值的一範來講 可以叫追回一點點的一個估值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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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